在學生群組裏,其中一位老師是群組裏其中一人 其中一位學生的哥哥是警察 而這位哥哥曾經在這麼多次嚴苛的暴動 暴力事件裏維護香港法治作出努力 但他上片被群組裏有些同學訂出來 作為一個負責任老師應該以一個慈兵的態度 他反而沒有這樣做 他反而只是用一些言語鼓動、侮辱的說話在群組裏 這位同事的小朋友的弟弟受不住這些議員上的暴力 他自己保留了群組裏有些同學看不過眼 將他裏面的說法探討出來 告訴他的同學、告訴小朋友 小朋友看到後當然很不開心 他就跟他哥哥和門托出 同時將這件事件和我們其中一個總區的主席 反映人投訴 我收到之後我就看了個案裏面 我覺得裏面的文字真的不可接受 我亦都將這件事件直接反映給管理層 我亦都要求嚴肅跟進 這只是其中一個案件 這是很可悲的 他不敢說自己爸爸媽媽 或者家人是警察 不是因為他覺得爸爸媽媽做警察 不對 怕說過之後 被一些不理性 或者被一些老師知道 把他標籤了 你知學校老師是神 他可以判定了你的前途 判定了你的分數 判定了你的學校地位 假如他真的這樣說的話 或者比較說一些對警察持平的說話 我希望每一個專業人士 包括其他界別 如果他們每一個界別 能夠做回自己的本分 老師歸老師 醫護歸醫護 警察歸警察 做回他們應該 法律上或者政策上的責任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想繼續為香港好 為我們香港未來的青年人好的話 大家走前多一步 我們香港的情況才可以慢慢慢慢平靜下來